大齋期四十天 诗篇灵修 主题四 顺服与放下 第四十天 顺服于上帝的引渡 是诗篇三十一篇十六节那样说 求你使你的念光照伯人 凭你的慈哀请救我 在我们人生当中 经常都需要做出决定和选择 试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需要做一个 重大决定的时候是何时呢 或者是你选择学校 工作 伴侣 你可能会感到困惑和不确定 因此 你很想寻求上帝的引渡 而寻求上帝引渡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先学习 放下和顺服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求问上帝的时候 其实是带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们只是期望上帝做 橡皮图章去认可我们 我们根本就没有开放地求问上帝 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先听听诗篇三十一篇 一至四节和十五至十六节的讨文 第一节 耶和话 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凭你的公义答救我 求你侧耳而听 快快救我 作我坚固的盆石 请救我的保障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所以求你 为你明的缘故引导我 指点我 求你救我脱离 人为我暗设的网络 因为你是我的保障 第十五节 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 或那些逼白我的人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伯人 凭你的慈爱 请救我 在这片诗篇当中 是讲到上帝会凭他的公义答救我 会为他明的缘故 引导我 指点我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美善 他不会害我们 我们才能够放下自己的心意 开放地聆听他的指引 我们也都要有一伙愿意 须服上帝的心 如果我们求问上帝的引导 但是又不想须服 那为什么要求问呢 而且不须服上帝的心态 也会阻碍了我们的求问 我们时常都会质疑所领受的指引 是否出于上帝啊 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话 人若立志 遵着他的指以行 就必晓得 这教训 或是出于上帝 或是我碰着自己说的 如果我们愿意放下和纯服 我们总会知道上帝的引导 大齋期即将结束啦 愿我们能够持续顺服 和社稷的心 在未来的日子 继续遵行上帝的引导 和字典 各位朋友 让我们一起去反思 在你过去 寻求上帝的指引的时候 会不会就带着自己的意思 未能够完全放下和顺服呢 在需要做出决定和选择的时候 你又会不会只是时常依赖自己 而忽视了上帝的引导啊 让我们一起祷告啊 慈爱的天父 当我需要做决定和选择的时候 请你帮助我 学会 放下自我 并且纯服于你的引导 让我看到 你是我的盆石和山寨 并且在你的引导之下 找到正确的道路 奉主名求 阿们